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直在进攻寻找黄中的破绽,想一刀杀之 在大战一百合中,关羽进攻居多,黄中防守居多 大约关羽进攻六十五合,黄中进攻三十五合 所以说,关羽占了上风,与其说黄中大战关羽百余和,不如说,黄中顶住关羽一百合猛攻,金关之针乃小人之戒 理由四,第二天,二人大战五十和不分胜负,两军喝彩 为什么第一天战百余和没有人喝彩,而丢第二天战五十和两军就喝彩 我想原因有两方面,先说关羽这方面,关羽的士兵跟随关羽很久 在他们眼里主将关羽绝对无敌 所以,在关羽与人单挑时,他们只在乎关羽多长时间杀掉对方 至于关羽会被对方打败,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 而这次,也一样他们合影,网一样想看到关羽将黄中很快杀掉 可是他们盼了好久,也没有看到关羽把黄中砍了 所以直到最后,关羽虽说占了上风,但不是他们想看到的,他们也没有喝彩 再看黄中这一面,黄中的士兵见到主将占了下风自然不会喝彩 而第二天,两人战了五十和两军便喝彩 这一定是因为两人达得非常精彩,旗鼓相当 情况应当是,经常会出现关羽差一点把黄中砍了 而黄中,也有差一点把关羽砍了的险招 只有这样,才值得两军同时喝彩 展开全文那么问题有出现了 关羽第一天已疲惫之躯与体力充沛的黄中黄中战,百余和战了上风 而第二天关羽体力充沛,黄中再也不是一意待劳,却打个平分求次 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这是因为,在第二天交战中,关羽让了黄中三分 黄中才能有差点看了关羽的险招 要不凭他怎么可能办到这一点 那么,关羽为什么要让黄中三分? 这是因为,关羽想杀掉黄中 并不是要拼体力打跑黄中 要想杀掉黄中三国无人能做到 所以,只有是拖刀计 关羽第一天一天占百余和战了上风 第二天如果还像第一天那样猛烈攻击,打到一半再突然一拨马败走 傻子也知道他要使拖刀计,而不会来追 更何况,黄中也是玩大刀的 反过来,黄中敢不敢这样对关羽 他要敢让二爷三分,二爷不把他看了才怪 再往下看,关羽举刀猛贺约,如可回去换马再战 关羽饶了黄中一命,关羽为什么不杀黄中? 这是关羽众议的表现,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大家想想关羽战前以立下军令状要夺取长沙城 这是主要目的,而战胜黄中并不是主要的 在夺长沙与胜黄中二者中,显然是夺长沙重要 就当时而言两军打仗,关羽只要杀了黄中 就可以完成任务夺取长沙 关羽就是杀了黄中两军阵前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也绝对不会有人笑他 而关羽却没有杀黄中这是因 为关羽与黄中第一天交手后 了解了黄中的武力,觉得自己凭实力 也能堂堂正正打败黄中,只不过不容易些 而韩玄看出来,原来第二天 黄中与关羽打个平分秋色 是因为关羽让了黄中三分 所以他断定黄中的武力不敌云长 所以他让黄中用剑营关羽 再看黄中回去这个郁闷啊 因为他觉得用剑杀关羽是不易 我倒要问问黄老头 你TM既然知道用剑圣人不易 那你就用刀堂堂正正的把关羽砍了呗 反正韩玄要的是关羽的命 还真的在乎你怎么杀掉了关羽 你郁闷什么 哈哈,恐怕是你自己都知道 凭真本是打不过关羽吧 再看第三天关羽以保参战犯下定决心 不再用拖刀计要堂堂正正打败黄中 而这时的黄中 已不再有以异代劳的优势了 所以,双方一看战没到三十和黄中 就拨马败走 谁也别说他是诈败而走 就当时关羽体力充沛 他根本就挡不住关羽七十和 他怎么不坚持到五十 何在败走 呵呵恐怕他要是坚持到五十和后 累得,连弓都拉不开还什么社关羽 再说关羽是玩刀的行家 黄中败走他会看不出 他是真败是假败 旁与他战五十和败走 他一下就看出来 旁的是诈败 黄中根本就是真的挡不住体力充沛的关羽 最可气的是 赤兔马当时跑的TM比水牛还满 竟然让黄中连射三箭也没有追上去 理由四 第三天 黄中没有射死关羽 韩旋要杀黄中时说过 我观察了你三日 你第一天不立战 韩旋看了关羽黄中第一天的大战认为 黄中没有立战 为什么这么认为 是因为当时黄中以义代劳 还占了下风给韩旋的错觉 事实是黄中不立战吗 是黄中立不从心 他能和关羽比马 连关羽是拖刀计都看不出来 所以从韩旋的话 再次反映出关黄长沙之战 与其说黄中占关羽百余河 不如说黄中顶住关羽一百合的猛攻 我听三国在线上研究历史的朋友说 过 在历史上关黄之战不存在 那么 老罗在写演义时 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战呢 我想 是因为老罗要成五虎将之说 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都已经重重的描写过 在平地蹦出个黄老头加入其列 恐难有说服力 于是 老罗想让黄老头与他们四个中一个大打一场 来说明黄中的武力 如果让黄中与张飞赵云二将大战的话 那么黄中的名声只能与徐晃张河媲美 如果与关羽大战的话 那么黄中的名声会大于张河等将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张河被张飞偷袭战役板和没分胜负 黄中以一代老语 关羽占百渝和也没分胜负 而黄中张河而占二十和平分秋色 可是大家都认为黄中比张河强 而且 黄中庞德都是以关羽 而进入超一流武将排名的 这是大家公认的 这也可以证明 关羽强于张飞黄中 所以 关羽强于黄中很多 长沙之战应当说是 黄中顶住了关羽百渝和的猛攻 后来有 一位仁兄教育了我 他告诉我 关羽占黄中时才四十八岁 正处于巅峰状态 而黄中 那时可比关羽大十岁少 关羽都得管黄中叫老爷爷了 原来如此 云长欺负老人不是好汉 武力不如黄老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